就刚刚这博恩老师说了 说这个一开始说像 好那时候劝 说你这个行确实好啊 你这形象这么好 不应该说像 但是您弟弟可是专业说像 是 是不是就是言外之意 您在形象上比您弟弟 您觉得要好这么一些 说对了 党包袱 那时候武汉空正到哈尔滨来招生 我是准备了十八班武艺 想起来都想对眼力又想笑 你看那时候在哈尔滨考这个团考的 我总是名落孙山 我爸说别再考了 都给我丢人 说老尹的儿子又没考上 个影视演员叫王陆瑶 哈尔滨人 考上了 我羡慕我 我还没考出去 等人家回来了 我还没考出去 弟弟就比您顺利一些 对 我刚才没说完 准备了一大堆又拉收放筋 完了怕我紧张 让卓琳垫个场 卓琳 卓琳在树上的 下来 下来 下来干嘛 你先来一段 人家不顶瓜 无所求就 大大大跑了 跑了 我就折腾半天 前面那小子不错 把他找走了 您又没想过放弃吗 我就认为我行 说相声 说快板 学表演 拉什么琴 我没放弃 我没放弃 但正因为这些没放弃 才有了后来 洛桑学艺这么一个状态 你要没这些 你也不扎实 弄不了的 走不远的 还有人说洛桑 走了 玻璃就完了吧 其实我真想改好了 哎呦 心里听这话很酸的 但冷静之后 我看看同行 看看我们这些人 我感觉我还可以 跟他们过着 我还可以玩啊 这东西不是要证明 给谁看 因为我还从骨子里 喜欢和热爱 我现在每天上午 就是在家拉拉琴 我写的歌在哈尔滨 很流传的 冰城之恋 现在大街小巷 广场舞 包括那个 金拿来盛开的地方 现在让那个歌手 乌兰陀亚他们买去 我创作过程 是非常快乐的 像当年创作 洛桑学艺一样 洛桑在那耍 我发现这两点 我就在这里边 找包袱 他学 我就知道 他有小号长号 都是铺垫 所以我们一边创作 一边快乐 自己眼泪都流乱 真的不好定位 柏林老师 就是人家说 柏林老师算歌唱家 算演奏家 算相声演员 算演员 可能都算 算作家 我做思作曲 写东西 不分的 我感觉这个 不影响 真的不影响 你让我明天 学做主持人 我也会做一个 很好的主持人 你只要你误 用心做 都可以 采访您之前 我们都觉得 可能当年 火的洛桑学艺 或很多节目也好 都是斗根 这个位置演员的才艺 其实今天聊到这么多 我们才知道 如果没有柏林老师 这么多的创作能力 这么多的才艺 拖不起这样的节目 可能也就没有 我们今天大家熟悉的 那些个非常精彩的作品了